好 但是讓觀眾相當有感的 在今天就是冷 禮拜天 禮拜天還熱得跟夏天一樣 今天這個外套就真的必須要穿起來了 而且今天還不是最冷的 明天是乾乾冷冷的天氣 而且恐怕會下探到12度 不只台北喔 在中南部這邊 溫度也像是溜滑梯一樣 咻一個就掉下去 你可以關注到到了禮拜三 也就是明天到了12度 要到禮拜四禮拜五 這個溫度才會非常緩慢的爬上去 但是呢 大家要很好奇的是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機會來下雪呢 追雪族又開始出現了 只不過要特別提醒大家 雖然我們剛剛從這個圖表上面來看 禮拜三的低溫是最低的 但是有所謂的這個浮雀冷舍的影響 所以在禮拜四早上的時候 這個溫差一定要特別注意 尤其長輩們 長袖外套都出動了 帽子也戴起來 立東節氣剛過 入秋最強的冷空氣南下 北部地區感受到明顯降溫 來到淡水渡船頭 現在已經感覺到比較涼了 不過氣象局提醒 那是因為最冷的時候還沒有到 因為接下來氣溫還會再降 週三 週四溫度會下探十二度 預估將再創入秋最低溫紀錄 如果高山水氣充足 不排除有降雪機會 而週五冷空氣減弱溫度才會回升 由於這波水氣不像之前封面通過時 那麼厚重 因此這幾天都是乾冷的天氣形態 提醒民眾這兩天出門外套要穿好 可別因為變天而著涼了 歡迎收看趙趙元台北報導